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终拥护李渊称帝 大唐开国以后 身为驸马爷的柴少依旧在军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他不仅在战场上胆识过人 而且还善用计谋 在跟随李渊征战沙场的过程中 每每充当先锋使得唐军士气大振 柴少还凭借巧妙的计谋屡破敌阵 对大唐王朝的建立和巩固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从随末到唐初 柴少的一生目睹了乱世来临 也见证了豪强歌剧 更迎来了初创的唐朝 因为政权的更迭 他自己的身份 也从随王朝的太子护卫 转变成为了大唐的驸马 这如同戏剧画本一般的人生阅历 也在后世人的口中 为他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传奇色彩 而他与平阳公主相守相助 抗力情深的爱情故事 更是成为了一段旷世佳话 那么柴少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胆识与谋略 他在灵烟阁二十字功臣中 又有着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教授 索克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唐名将第四集 智勇双拳 柴驸马 隋唐之交的故事 从来不缺少人们关注的目光 像隋唐英雄 隋唐演绎等等 在这些故事中啊 有一些英雄 他们传奇般地存在于人们的谈资当中 有一个人与众不同 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他的故事得从灵烟阁功臣说起 在贞观十七年 唐太宗李世民呢 看到与他一起南征北战的兄弟 要么已经故取 要么年事已高 年龄见长的李世民呢 无比感怀 所以啊 他就想设立灵烟阁 然后呢 在这个灵烟阁上绘制功臣图像 灵烟阁的设置规格非常高 有唐太宗李世民提词 然后呢 有楚隋梁提额 也就是扁额 然后著名的大画家闫立本呢 来亲自绘制 灵烟阁二十四功臣像呢 是按照等比例一比一 按照真人的身高和尺寸来进行绘制的 唐朝以后的皇帝呢 也经常在灵烟阁加汇功臣图像 比如说代宗 德宗 宣宗和昭宗 尤其是宣宗还一次性地 加入了很多功臣像 像裴济 刘文静 这些建立唐朝的功臣呢 也都加入之中 后来的像楚隋梁啊 以及像马周啊 以及郝处郡啊 楼师德等等 这些功臣呢 全都加到了功臣像中 后来随着唐王朝的覆灭 灵烟阁功臣像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贞观十七年 唐太宗所设立的二十四功臣像中 有二十三位 毫无疑问 他的姓和名是确定的 但是有一个功臣像 人们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功臣像边上啊 加住了一个字 单字是少 除此之外呢 还提到了他是荆州大都督 乔香公 这长期以来呀 跟随李渊以及李世民 南征北战的功臣中啊 有两个少 一个是柴少 一个是曲少 那么到底此处的少带着谁呢 说实在的呀 他们俩生活的交集 也就是生活的时间是相同的 然后呢 都被封为荆州大都督 爵位呢 又都是乔国公 身份呢 又非常特殊 特殊之处啊 在于柴少 是李渊的女婿 而许少呢 是李渊的同学 那么到底这个少是谁呢 长期以来 一千多年以来呢 可以说是争论不休 根据旧唐书的《尹开山传》记载 是柴少 根据自治通鉴 唐记的记载呢 也是柴少 而当时唐朝人所证写的 林燕阁 薰臣 宋 并续 写的是许少 为自治通鉴做柱的 元代的胡三行 写的是许少 那么到底是柴少还是许少呢 我们在历史研究中 往往秉持这样一个原则 那就是当时人 即当时事相对权威的原则 刚才所举的史料中 像旧唐书是编则于五代时期 自治通鉴是编则于北宋时期 都不是唐朝人自己撰写的 而林燕阁 薰臣 宋 并续 是唐朝人 吕温所撰写的 那是不是吕温的记载 更加可信呢 吕温所生活的年代 距离李世民时期 已经150多年 吕温在写完 这个《林燕阁 薰臣 宋 并续之后呢 可以说获得了赞赏声一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下了一番功夫 他呀 曾经目逆林燕 这是什么意思呢 逆就是看到的意思 他曾经亲自见到过林燕阁 亲自见到过林燕阁 是不是就更加可信呢 我们别忘了 刚才所说的 林燕阁中所记载的绍 也仅仅是背注了一个单字 绍 而没有说他的姓氏 吕温在撰写的过程中 他是折尽所续 也就是说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手头的资料呢 全都参照完毕 吕温呢 曾经担任左石仪 以及这个刑部郎中 按说呀 他的官品并不高 但他写完林燕阁 薰臣送并续之后呢 获得了赞赏声一片 就在于啊 他的文体 有秋名班固之风 也就是说啊 他的文体非常的典雅 有左秋名撰写左传的风格 也有汉书的风格 那么以此来推断 吕温他的官品不高 他应该是不能够接触到 关于当时官府中的核心材料 再加上呢 他距离林燕阁所设立的时间呢 已经150多年 这样来判断的话 他所看到的材料 他所接触的食物 也都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来看一下旧堂书的记载 柴少呢 加镇军大将军 行右萧卫大将军 改封乔国公 十二年寝籍 太宗亲自临问 寻族赠荆州都督 誓曰乡 这个呢 记载了柴少他的人生履历 他呢 曾经做过镇军大将军 然后他的实职呢 是右萧卫大将军 被封为乔国公 在临死的时候呢 唐太宗李世民呢 是亲自去慰问他 而新唐书 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啊 新唐书《里程传》中 提到了柴少呢 曾经行右萧卫大将军 驸马都尉乔国公 被封为乔国公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许绍的记载 许绍呢 被封为乔国公 贞官中呢 被封为荆州都督 就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跟许绍的对比 在两个人的传记中啊 都没有提到 曾经位列林烟阁 他们俩啊 这个贞官都是荆州都督 而爵位呢 都是乔国公 历史啊 就是这么巧合 其实还应该注意到啊 在这个林烟阁上 荆州大都督 乔香公 它的一个关键性的字 那就是香 在柴少传中提到了 誓曰香 它的誓号是香 而许绍的誓号是什么呢 是中 如果我们前面的论证啊 还不够充分的话 我们来参照一下 编撰于五代时期的 唐慧耀的记载 在唐慧耀中 按照誓法的规定 提到了 在永辉年间 柴少曾经被封为 而是第一等的功臣 在建中年间呢 是封为第二等的功臣 它的誓号呢 都是香 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看到林烟阁功臣中 所提到的少 应该是荆州大都督 乔国公柴少 而不是许少 作为家中 有三代重臣的将门之后 在崇尚武学的家庭氛围中 柴少逐渐成长起来 他自幼接触军事 练久了一身武艺 柴少为人正直 有侠义精神 在年少时 就喜欢打抱不平 锄强扶弱 颇有胆略 且孝顺忠诚 在显赫的家境 与忠义的为人之外 出众的外貌 更是让他在众多青年才俊中 崭露头角 尤为出挑 而正是这些优秀的特质 让风华正茂 又英俊潇洒的柴少 在少年时期得以通过层层临选 来到隋朝太子的身边担任官职 还让他被当时的唐国公李渊看中 促成了与平阳公主的一段旷世姻缘 也成就了他此后的军功战绩 虽然出身名门 但骨子里的侠肝易胆 造就了柴少为人处事 不拘一格的人生态度 这也体现在了他带兵作战的风格中 柴少早年间跟随李渊打江山定天下 李渊称帝后 他又跟随秦王李世民征战沙场 平定四方 为大唐王朝开疆拓土 在李世民击尾之后 身为驸马爷的柴少 依旧没有脱下战甲放下武器 他继续征战在沙场上 辅佐唐太宗保卫大唐 在率军作战时 他敢于运用机智巧妙的计谋 突破敌军的防线 而这些剑走偏锋的奇招 往往出其不易收小奇家 让敌方猝不及防难以招架 柴少正是通过这些大胆 而又多变的计策 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才能 智谋与胆量都让人钦佩 那么柴少是如何让李渊看重 并选为成龙快婿的 他在战场上又有哪些 以少胜多 以逆转之势取得胜利的战绩呢 柴少的身世呢 也颇具特色 我们来看一下柴少的人生履历 柴少出身于匠门 自四昌 他的爷爷是柴烈 曾经做过了北州的票齐大将军 他的爸爸呢是柴盛 被封为巨鹿进宫 柴少的一个特点 他呢有皎洁的身姿 再一个呢 他能够具有以强服弱的峡谷柔长 柴少啊 他呢有一个特殊的封号 叫夫马都尉 何为夫马都尉 我们知道能够获封 夫马都尉的前提是 娶到了一个公主 那正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儿 平阳公主 只不过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啊 这公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主 只是国公的女儿 那么柴少被分为夫马都尉 是因为他跟平阳公主结婚之后 李渊在登基之后的一种封赏 在隋朝末年 以李密 窦剑德和杜芙威 为代表的三支农民起义军 这些起义军呢 瓦解着隋王朝的统治 而在晋阳留守的李渊呢 他呢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过程中 柴少可以说呢 受到了李渊的特别关注 说起隋朝末年的唐国公李渊 他呢除了具有这个王者之气之外 他对于儿女的婚姻也非常的重视 比如说他三个儿子 那所娶的媳妇啊 那都是名门贵族的大家闺秀 对于他的女儿平阳公主的婚姻呢 他也不想将就 他早早地就看中了 巨鹿郡公柴慎的儿子柴少 柴少这个小伙子啊 具有行侠仗义的特点 在民间呢有非常好的名声 再一个呢长得英俊 柴少呢确实留存在史书村的形象呢 也是非常帅 用现在的话说呀 那就是颜值很高 柴少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做过隋朝隋阳帝 长子也就是原德太子的千牛背身 千牛背身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高级武官 也就是关键时候能够 示威太子的安全 对于千牛背身的临选 官方非常重视 一般是形象要非常好 从这点上来看 柴少啊是长得英俊的一个人 那么仅仅一靠英俊 就能够位列林烟阁 会不会呢 当然不可能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啊 驸马那就是吃暖饭的形象 柴少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柴少的军功说起 要说柴少的军功 那么有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叫做战场上的美人记 武德六年 土玉魂呢侵扰了方舟 方舟刺史无力抵抗 而这时候呢 李渊呢 就让自己的女婿 柴少呢 前去应敌 而土玉魂呢 可以说啊 得寸进尺 很快呢 就攻入了桃州和敏州 柴少五月接到任命 然后六月呢 很快就到了 土玉魂的腹地 但是土玉魂这个地方啊 占据青藏高原之天险 所以啊 被包围之后 柴少啊 就感到非常的被动 怎么才能够 杀出一条活路来呢 当时唐朝的将士们啊 都非常的担心 一是对于土玉魂 本地作战啊 感到非常的不自信 土玉魂这军事啊 本地作战 咱们呢 长途而来 又被围困了 而柴少呢 他不惊不慌的 他呢 让随行的乐功奏乐 然后随行的舞女呢 跳起了中原的舞蹈 这一出 让将士们都感到 非常的惊讶 这我们的主帅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要 给我们自己送死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土玉魂的将士 他们没有见过中原的舞蹈 看到翩翩起舞的 这些舞女的 绝妙的身姿 然后他们就看傻眼了 而这时候呢 柴少带领将士万箭齐发 很快呢 杀出了一条生路 也许啊 有人会说 你这样胜之不武 你得到了胜利啊 感觉不光荣 但是呢 柴少他心里 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硬碰硬 如果是 我们远距离作战的 唐军又被围困了 按照常规的 作战方式的话 很容易被打败 那么如果好的结果 也可能是两败俱伤 而他呢 之所以这么做 我想啊 就在于他深深的熟知 打仗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兵不厌诈 通过轻巧的手段 然后呢 获得了不小的成功 这点啊 可以说是柴少 他的特殊之处 他打仗呢 如行云流水一般 孙子兵法中 有这样的记载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去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说啊 战争的最佳状态 绝不是绝对地 避免战争 而是所谓上兵伐谋 也就是说 在战争之前 做好各种计划 使得呢 战争以最小的代价 换取最大的胜利 如果能够用 齐谋齐迹 来获得战争的胜利 那何乐而不为呢 关于柴绍的成长 还是让我们把目光 投降随朝末年 随着随朝政权逐步混乱 柴绍的岳父李渊 决定在晋阳起兵 而此时的柴绍和平阳公主 正远在长安城中 在得知李渊 即将起兵的消息时 柴绍左右为难 面临着无比艰难的抉择 一方面 她与平阳公主 早已被留守长安的 随朝势力 暗中监视 一旦夫妻两人同时离城 随军势必会有所行动 更何况 从长安到晋阳 距离遥远 若要暗中投奔 只能选择走小路 而途中遍布山贼流寇 两人出行目标太大 既容易被追捕的随军发现 又容易落入匪寇之手 可谓是凶险万分 而另一方面 岳父李渊此时在晋阳准备就绪 起兵之事已建在弦上 正需要自己的支持与拥护 柴绍不想辜负岳父的苦心栽培 希望在这次起兵中 一展身手发挥自己的能力 施展自己的报复 祝岳父一臂之力 一面是对家庭的责任 一面是对事业的期望 柴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是带着新婚的妻子冒险 还是留下妻子独身出逃 而就在柴绍迟除南定的时候 平阳公主劝说柴绍以大局为重 展现了他卓越的胆略与才识 不久之后 他更是以不逊色于丈夫的气魄和远见 镇守要塞 为父亲建立地业的道路 添砖加拔 夫妻二人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在乱世纷争中谱写了一出 摇香扶持的深情练曲 那么柴绍投奔李渊之路是否顺利 平阳公主又是如何展现金国英姿的呢 柴绍果然不负这少年英明 他在跟公主结婚之后 可以说这是一个门当户对 金童玉女般的婚姻 但是刚刚结婚之后 就面临一个难题 什么样的难题呢 这时候啊 长安城外四处兴起的陶礼歌 陶礼歌呢 是劝人们起兵造反的歌曲 再加上啊 自己的岳父 李渊呢 已经在晋阳起兵 刚刚结婚 就要面临着分离的一个问题 对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来说啊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如果带上平阳公主 一起前往太原的话 那么可能啊 中途啊 会由于目标太大而被扣押 因为路上流寇特别多 如果是留在长安的话 那要有负于岳父 对自己的一番期待 那怎么办呢 在这时候平阳公主 对柴少说 我一区区妇人 你不用担心 你自己去吧 我随后就到 在丈夫走后 留下来的平阳公主呢 她女扮男装 然后自立幕府 招募兵马 成立了娘子军 在山西平定县 有一个地方叫做娘子关 这个地方的命名呢 是因为人们纪念 平阳公主 曾经在这个地方 带兵打仗 说到娘子关呢 实际上是战国时期 中山国 在这儿所设立的一个关隘 后来呢 在隋朝的时候 曾经设立了 韦泽县进行治理 在明清时期呢 她又发展成为 长城上一个重要的关口 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九关 娘子关所在的地方啊 占据自然天险 因为她是河北跟山西的 一个天然的分界线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柴少的妻子平阳公主啊 真的是女中豪杰 她具有一般人 所不具有的胆量 在柴少走后啊 平阳公主呢 她想着要自立幕府 同时的目的在于什么呢 在于助推父兄的大业 她一边建立幕府 招兵买马 再方面呢 她日夜担心着 这个前往晋阳的丈夫柴少 这一路上柴少 可以说是兴夜兼程 说来也巧 在路上呢 她就遇到了 谭国公李源的两个儿子 李建成和李源吉 看到这哥俩啊 非常的狼狈 李建成就说 这一路走来啊 我们被隋军所追杀 非常辛苦 我们就打算落草为寇了 但是柴少呢 拍拍这个李建成的胸脯 就说呀 我们不能够这样 因为你贵为 唐国公的儿子 如果被抓的话 那很可能会成为俘虏 会 甚至会消首示众 所以啊 我们不能够落草为寇了 我们要趁这个战况 还不太那么乱 我们要加紧步伐 我们要一起赶往太原 大业十三年 李源在晋阳起兵 李源呢 自立为大将军 然后任命自己的女婿 柴少为行军总管 分统义军 在行之获益 这个地方的时候 遇到了隋朝将领 宋老生 所指挥的 这个军队的反抗 那怎么办呢 柴少啊 凭借自己狡结的身姿 前去探得前方的情报 通过这一探不要紧 发现啊 宋老生只不过是 一枪鼓鼓勇 不足为惧 所以呢 柴少就劝李源 我们赶紧一举 把他拿下 果不其然 在柴少前期情报 准确性的 这个前提之下 很快呢 就消灭了 宋老生的部队 八月趁士气高涨 唐军呢 就一路沿着 分河南下 杀出了一条 进京之路 随着李源的 正式称帝 盛世风华的 大唐王朝 从此拉开了帷幕 柴少作为 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 获得了丰厚的封赏 成为了名正言顺的 皇亲国妻 驸马爷 然而岳父 是大唐王朝的 开国皇帝 唐高祖李源 妻子是战功累累的 大唐公主 在这样的双重光环之下 柴少自身的将军光芒 渐渐被掩盖 怀有一身本领 与一腔热血的柴少 不想只在 宫殿朝堂之中 以驸马的尊贵身份 享受安乐 他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建立属于自己的事业 他想继续率兵出征 守卫编土 为国效力 也为自己立功 而就在此时 突厥的蠢蠢欲动 为他提供了驰骋疆场 施展才能的机会 在唐王朝建立之初 突厥趁着李唐政权 尚不稳定 经常对大唐边境地区 发起挑衅 李世民曾经率领军队 在凤翔一带 击退突厥军队 而柴少也积极地领兵出征 与其相配合 在杜阳谷一带重挫突厥军队 之后突厥重整旗鼓 卷土重来 势力也更加强大 柴少再次被派出征 安抚边境 对战突厥 在这场战争中 柴少充分发挥了自己擅长的军事计谋能力 在他的指挥之下 唐朝军队突破了突厥的重要根据地 大获全胜 充分展示了大唐王朝强硬的军事实力 而柴少也凭借这场战事 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 那么柴少是如何攻打突厥的 为何他最终能够不费一兵一卒 灭掉突厥的根据地呢 皇室门前是非多 在后来的演绎小说中啊 柴少往往会被塑造成一个复兴汉 这也是人们为了衬托平阳公主铁娘子的形象 而刻意地矮化柴少 当然柴少他的攻击是不容忽略的 随着天命改元 柴少呢跟随自己的岳父建立唐朝 他呢就成了唐朝的开国功臣 那么作为皇帝的女婿啊 柴少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呢尽量地摆脱岳父大人的影响 然后呢依靠军功获得别人的尊重 再后来自己的小舅子 进任唐朝第二位皇帝之后 柴少呢可以说呀 他也一路上参与了很多战争 大则祸城 小则祸益 战功累累 加冠尽决 之后突厥呢 侵扰了唐王朝的北部边境 在这时候呢柴少被派去安抚这个北边 在前去应对突厥的侵扰的过程中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梁氏都所建立的格局政权 长期以来扮演了突厥侵扰中原的一个根据地 那么如何来处理呢 其实这时候啊 李世民他的意思呢 一个是要消灭掉梁氏都 再一个呢是分化突厥 最终的目的是灭掉突厥 李世民就命下周的长使和司马前去迎敌 同时呢要做好一个工作 那就是离间工作 离间梁氏都的内部 刚开始的时候啊 突厥内部其实已经发生了叛乱 柴少的部下啊 薛万军呢带领了五百骑兵前去应对突厥的骑兵 刚开始的时候啊 薛万军带领这五百骑兵呢 可以说好一路大打杀杀 这时候突厥将领还非常的得意 还觉着呢 你就带了五百骑兵来 那我肯定马上就能帮你拿下 就赶紧的命令自己的手下说 赶紧上去啊 杀他个金光 但是薛万军呢 他呀非常有才能 所以啊他带这个五百骑兵 左手持枪右手持刀 很快呢就攻下了突厥的骑兵 就把这个突厥将领给杀掉了 突厥将领杀掉之后呢 也折断了突厥的骑杆 通过这样突厥的将士一看主帅都被杀了 骑杆也断掉了 就感到非常的惊恶 正在这时呢 柴少所带领的大规模的唐军杀过来了 薛万军所带领的五百骑兵呢 融入到了这大规模的唐军之中 这样啊就吓得突厥的援军呢 赶紧逃到了殷山南路 退掉了突厥兵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啊 那就是灭掉朔方城 朔方城在梁师都的经营之下 城池非常坚固 所以柴少所带领的部队 安营扎寨完毕之后 就召开军事会议 当时柴少的部下呢就说 我们要不要等着明年援军来了之后再打 那么薛万军呢 他持不同的态度 他说呀 虽然看起来朔方城非常坚固 但是呢 顶多也就用一个月 最快用十天 我们就能拿下 柴少就听从了薛万军的建议 然后呢就准备啊 一举进攻朔方城 但这时候啊 在朔方城内部发生了这种分化 因为前期啊 柴少曾经做过这个离建的工作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离建计 梁师都有一个堂兄弟 叫梁若仁 梁若仁呢 一看大敌压尽 再加上突厥的援军呢 又被打跑了 所以他趁夜色 就砍掉了梁师都的脑袋 然后呢 向柴少的部队啊 表示臣服 柴少打仗就是这样 确实如行云流水一般 不费一兵一卒就灭掉了朔方城 然后把朔方城据为己有之后 发展成为进攻突厥的根据地 攻灭朔方城的消息传过来之后 李世民呢 非常的开心 赐柴少呢 为华州刺史 同时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突厥呢 还不知道自己啊 有几斤几两 所以再次侵扰唐王朝的边境 在这个过程中 李世民呢 就想一举拿下 所以啊 他分了五路军去攻打突厥 在这五路军中 柴少所领的部队呢 只是其中的一路 所以他的军事管辖权呢 非常有限 但他分配的任务呢 是作为一路军的将领 所以啊 他完成得非常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攻打突厥的战争 也非常顺利 在众人团结一心的情况之下 东突厥被消灭 而柴少呢 也确实不是依靠裙带关系 而是依靠自己的军功 获得了别人的尊重 在隋唐演义中啊 柴少的形象是这样的 他呢 峡谷柔长 他呢 非常的英俊 那么真正的柴少 是什么样的呢 通过史书的记载 我们看到啊 柴少是智勇双全 他呢 从威之助 善始善终 在李渊起兵的时候 当柴少 接到了岳父的指令 要他去支援 晋阳起兵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 在自己的小舅子 李世民上台之后呢 他不仅仅灭掉了朔方城 而且呢 成功地消灭掉了东突厥 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 柴少依靠军功 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平稳运行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 带兵出征的驸马 并不只有柴少一个 而柴少 驸马都尉的身份与名气 之所以让后世人印象深刻 也有一部分原因 要归功于他迎娶的这位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与历史上大多数公主 都截然不同 她是大唐威名赫赫的开国女将军 作为唐国公李渊的三女儿 平阳公主自幼便才使胆略过人 在父亲李渊起兵反随之际 她从容地让丈夫柴少独自前去支援父亲 自己则在柴少走后 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 变卖产业 招收无家可归的流民 暗中想四面八方的有志之士 抛出橄榄枝 组建军队进行训练 短短几个月 年纪轻轻的平阳公主 就组建起了规模相当可观的娘子军 后来更是凭借着聪明才智 和出色的领导才能 率军成功镇守娘子冠 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传奇故事 平阳公主虽是女子 但作为一军统帅 令出必行军纪严明赏罚有度 这样的胆识与气魄 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在唐军中平阳公主与丈夫柴绍是平级关系 两人都是李渊手下的大将 作战时柴绍勇猛善战 平阳公主谋略过人 两人可谓是珠联碧合 可惜这样令人艳羡的一对夫妻 却没能够白头偕老 平阳公主英年早逝给柴绍留下了余生无尽的思念 也在中国古代史上留下了唯一一个 以军礼殡葬的公主姓名 那么从军功来看 柴绍与妻子平阳公主究竟孰高孰低 作为驸马将军后世对于柴绍的戎马一生 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柴绍的妻子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在晋阳起兵之后 她为自己的父兄晋军长安 做出了一个理应外合的贡献 但是长安之战之后 平阳公主的消息就很少在史书中出现 直到武德六年 武德六年二月平阳公主逝世 之所以记载一笔就在于 平阳公主的葬礼是按照军礼来进行的 我想李渊太伤心了 太伤心之后 给自己的女儿平阳公主 按军礼中的最高规格与安葬 同时给她上了一个嗜号 叫做昭 何为昭 昭就是明德有功 在平阳公主去世的时候 柴少也仅仅三十五岁 所以说作为平阳公主的丈夫 柴少的切肃之痛 我们都可以理解 从军功来看 柴少与她的妻子平阳公主 做到了平分秋色 七贵芙蓉 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的时候 对于包括柴少在内的八位将领 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帝王之江星 他们呢 具有王者之气 而王者之气呢 又有赶招人的力量 就像动物一样甜然一跃 这又仿佛盖房子一样 有的梁是横的 有的梁是树的 横树之间的这个梁 他们呢都成为大事 就成为大房子所必须的贤财 而这几位将领呢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贤财 他们能够理法自完 能够善事善终 都是令人称赞的 柴少就是这样一个人 柴少的一生是在战场上度过 也许呢 从军事才能上来说 他呢要稍信于李靖 但是呢 作为以军功力士的驸马 这尤其令人赶配 他与自己的妻子平阳公主 他们之间默切配合 为唐王朝的建立和运行 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有非常多的驸马都尉 但是柴少呢 作为以军功力士的驸马 可以说是令人赶配的 毫无疑问 柴少是万千驸马中的贤者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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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